腾讯体育剧北京时节,8月21日,去Basketball Insiders记者Hallet of Kennedy报道,联盟有消息透露,麦阿密热火已经正式签约巴展联盟2016年的MVP贾内尔斯托克斯。 博台公司看好勇士三连贯户人独挂陪绿台明帝斯托克斯,2014年次轮35顺位被由他爵士选中,随后被交易到孟非斯灰熊,职业生涯先后效力于灰熊,热火,绝监等球队,2015-16效力热火时,斯托克斯场均上场2.8分钟,得到1.40.4来百0.2助攻。 这次和热火时赛事前缘,据多方消息,2016年发展联盟MVP贾内尔斯托克斯,已经同意和麦阿密热火签约,而他曾经在15-16赛季就位热火效力。 Basketball Insiders记者Alex Kennedy透露道,斯托克斯虽然在NBA类能站稳脚跟,不过在发展联盟的确是表现出色。 2015-16赛季他在发展联盟效力福尔斯天空力量对球队时出战28场,场均得到20.6分9.3个篮板。 不但帮助球队祭拜洛杉矶防御者顿获得最终冠军,同时自己还获得了那个赛季的常规赛,以及总决赛商量MVP。 2017-100赛季斯托克斯还曾经效力这家金牛队,场均可以得到25分13.900。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,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 欧alaén,。 欧盟。